拜登大方表態 绝对力挺贺锦丽 唯一目标就是送他进白宫 但他到一个月前的退选让衔 还是难掩落寞 不知特别点名 前联邦中院议长裴洛西 主导党内施加退选压力 也坦诚其实一直都只想当一院总统 但决定要较助连任后 事态进展相当快速 民主党想继续入主白宫 现在看来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根据纽约时报最新民调 三大关键摇摆州 几乎都有贺锦丽为复领先 川普支持者不以为然 甚至有人指贺锦丽热潮 指示蜜月旗 然而极具争议的川普 副手范思不止放话当选后 要驱逐1800万移民 又被报过去曾经公开主张 没有生儿育女的美国人 应该多缴税 昔日言论再度被挖出放大解释 也让即将登场的11月大选 更加白热化 曾经新闻黄泉宇报道